在今夏勇士对简陋得到考心思后,他们补强了最薄弱的一环,看上去已经无懈可击,五个位置都有权明星球员坐镇,想要正边击败勇士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,只能寄希望与勇士从内部瓦解, 于是媒体们纷纷拿勇士的薪资空间说是,认为勇士的薪资空间,无法让他们留下五个全明星,勇士今年的总薪资,已经超越了奢侈税起征线,而到了明年夏天,他们还将面临续约杜兰特,以及汤普森的南奇,如果顶薪续约两人的话,勇士将至少面临六千万的巨额奢侈税, 这还是在不需约利文斯顿,以及奎尼库克等角色球员的情况下,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,勇士基本上只有考新思一年的使用权,明年考成肯定是留不住了,是确实没有钱留, 不惜代价留下汤普森与杜兰特,才是他们的重中之重,即便是这样,勇士对薪资空间也是非常置紧了,毕竟杜兰特已经表态了,不会再大幅度降薪, 来勇士两年,KD已经累计降薪,高达一千五百万美元,很多媒体开始猜想,到了2019年夏天,如果勇士不能提供唐普森一份,四到五年的顶薪合同,彼时成为自由球员的唐普森,很有可能离开勇士,因为联盟有的是球队,愿意为他奉上顶薪, 毕竟像唐普森这种拥有历史级别投篮能力,又不占用球权,而且是防守尖兵的球星,对于联盟任何一支球队来说,都是补偿的目标, 然而,近日克莱,汤普森的父亲米切尔汤普森表态了,他坚信自己儿子会在未来的七到八年留在勇士,他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道,克莱会以勇士球员的身份退役,他会在接下来的七,八年里继续留在勇士,乔丹时代的公牛就是太早解体了,勇士帝老板们是不会让这件事发生的, 他们可以付得起,他们在湾区,钱不会是问其,而汤普森本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,他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道,我之前,已经说过了好多次,我想终心留在勇士,我们已经在商讨合约了,我会在2019年成为自由球员,但我的第一目标显然是留在勇士,此外汤普森在参加比尔西蒙斯的播客节目中也说道, 我希望可以整个生涯都和库里并肩,成为第一个达成这样成就的后场组合